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终导致胃、摧毁健康、甚至生命,令人们不得不谈有责变,与其强大的致病性相对应的,还有其不可忽视的,极强的传染性,用门罗杆菌的传播途径很多,例如通过接触感染者如侧后遗留,在门把手上的HP,使用不干净的餐具,也用不接水源、情侣间的亲密接吻、母婴脚石胃药等途径,它都可以迅速传染, 尤其是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酸餐,成为了幽门罗杆菌感染率最高不下的重要原因,专出幽门罗杆菌往往需要三到四种药物联合使用,其中至少两种是抗生素,抗生素的使用其实是把双刃剑,杀死病菌的同时,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, 除此之外,耐药性的产生,也会让以后的根除难度更大,为此,保证一次根除成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,突变来源与网络除了抗生素那样问题,对口腔、幽门罗杆菌的忽视,也是导致首次根除失败的重要原因, 口腔不仅是幽门罗杆菌在人与人之间,传播的重要媒介,还是胃部幽门罗杆菌的主要来源之一,如果不及时将其心除,就会不断往胃部输送,进而导致根除失败,因此,想要彻底根除,一定要做到口腔和胃部同时进行,这样,不仅能有效期,高根除效率,还能阻断其传播途径,防止传染给家人朋友, 口腔幽门罗杆菌主要存在于拖液、银沟液及牙菌班中,抗生素药物对其作用甚微,尤其是菌班微生物,具有独特的生物膜结构,药物更加难以发挥作用,对于口腔这个特殊的环境,还是需要专业的清邮牙膏来解决,图片来源与网络和药物不同,牙膏采用生物科技手段,可以快速溶解药物难以应付的生物膜, 而后再配合其他生物活性程犯对HP生存所必需的铁离子的抢夺,以及病菌细胞域的溶解,多种活性因此共同作用,在短短几分钟内,即可克敌之事,有了精油牙膏为你保好口腔这一重要关卡, 幽门罗杆军再也难以进入体内,口腔和尾部幽门罗杆军同时得到控制,才能让你真正远离幽门罗杆军的困扰。 红尾部门罗杆军. 红尾部门罗杆军,红尾部门罗杆军。 红尾部门罗杆军,红尾部门罗杆军的困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